接着我们再到安徽去看一下 李传杰 安徽六安市人 由于早产等原因 出生三个多月的他就患上了脑瘫 如今21岁的小伙子 全身只有一根脚趾头可以自由使用 他就靠这根脚趾弹琴 认字 上微博 也就是这根脚趾 让他的生活没有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断